Hello 去年做过一个视频介绍我自己非常喜欢的手写日程软件 Planer for iPad 这款软件最大的好处是除了可以免费使用大部分功能之外 可以看到页面非常的简单 伸出手指就可以完成日记化、月记化、年纪化之间的跳转 它也自带了很多可爱的印章、贴纸等等装饰工具 另外最特别的应该就是这一个桌面组件的功能了 可以在APP里面的任意一个页面添加一个变迁 长按之后点上信号 这样它就会在桌面组件的地方看到这一个贴纸了 更神奇的地方是你点击桌面组件的贴纸部分 它就会跳转到相应的所在的页面 非常的方便 基本上是我理想当中的电子手帐了 最大的bug应该就是在国区没有上架 大家要下载的话需要先弄一个其他地区的账号 关于日本账号的注册方法 大家可以看一下新西兰按照新西兰里面的方法 自己动手注册一个 我建议是不要在淘宝上花几块钱购买 因为这种账号非常的容易被封号 封号之后 你用那一个账号下载的软件 就没有办法再继续更新了 自己注册其实也不难 而且会帮助你打开新世界的大门 这一款软件的一些基础用法 在之前的视频里面已经介绍过了 但是在这一年里面它又有了一些更新 所以今天这个视频 就想先讲一讲这一年以来更新的功能 另外付费之后我们可以在手机上下载 Planer for iPad Viewer 手机上就可以同步显示 我们在iPad上写好的手帐页面了 同时付费之后 我们还可以购买一些比较可爱的贴纸 今天这个视频也会讲一讲怎么样付费 最后再说一说 自己现在是怎么样来使用这一个APP的 首先这个版本从去年2月份 已经更新到现在的1.6.24了 首先第一个就是它更新了年计划 它是和月计划 日计划都是有很好的联动的 只要在任何一个页面 用手指点击有年份地方 它就会跳转到年计划 在年计划里面点击月份 就可以跳转到月份 点击某一天 它就会跳转到某一天 这个年计划它也是可以手写的 然后是关于这一个便利贴大小的调整 之前如果我们在便利贴上写上了字 如果你调整大小 这个字是不会随着便利贴同时变化的 现在这个功能已经添加上了 便利贴上的字 我们长按之后它也有复制和剪切 这两个功能 第三点是下面这个工具栏 它补充了一些功能 首先是这个工具栏 我们可以把它拖到上面去 两边暂时还是不可以 比较习惯让它在下面 笔的工具多了一个直线的功能 荧光笔也是一样的 荧光笔也可以现在直接画直线了 通话比较适合在月计划这个地方 我觉得做一下标记都还挺方便的 然后橡皮擦的这一个功能 增加了自动选择解除 你点击了之后 橡皮擦再擦过了之后 它就会自动跳转到上一个功能 比较适合如果你的笔不是一代笔 是二代的笔 我还是比较喜欢用机的手势 来调整橡皮擦和笔的功能 最后还有按月付费的用户 才能使用的一些功能 比如说可以插入文本 我们也可以直接插入空白页 还可以从其他软件拖拽图形 到Planer里面来 但是因为我不是尊贵的会员 所以说我都使用不到 基本上这一年里面更新的 主要就是这些功能了 如果说还有什么 现在我想要让它添加的功能的话 年历这个地方应该显示一下 今天应该是哪一天吧 现在就是已经到年日历之后 稍微有一点迷茫 还需要找一下今天到底在哪儿 然后接下来说一说付费的问题 这个软件的付费点有两个 一个是刚才说的 我们需要按月付费 然后购买更高档次的服务 首先它会提供一个云的空间 你在iPhone上浏览 这个手帐的页面 还有文本输入 从其他的软件直接拖拽图像 这个是按月扣费的 分成了360日元和600日元 这个两种档次 如果你想要购买的话 直接点击这个购买的按钮 它就会从你的App ID里面 直接每个月扣钱了 另外一个付费的点 就是文具商店了 这个也是我自己花钱最多的地方 里面有一些印章便签 这个我们点击之后 可以看到这里有写 转产品到底是要多少钱 这个钱是我们需要用 App ID里面的钱 来买这个软件里面的金币 用这个金币再来购买 具体的某一个产品 总而言之 如果你想要付费 那么APP里面一定要有钱 有两种解决的方法 一种是我们绑定信用卡 一种是我们在淘宝上买GIFT CARD 我们先说一说绑定信用卡 要在App Store里面 点击你的头像 选择你自己 这个地方有一个支付方式管理 我们选择追加支付方式 然后在这个地方 你就可以输入你自己的信用卡 还有安全码之类的 选择完成就可以了 不过因为是日本区域 所以说它好像是只能用JCB的信用卡 这个方法我自己是没有试过的 但是之前的视频下面的评论里面 有朋友说用绑定JCB的卡 是可以付费完全没有问题的 我自己用的比较多的 是购买GIFT CARD来充值 在淘宝里面搜索你注册的账号 地区的名字 然后搜索iTunes礼品卡 选一个付款的人数比较多 而且价钱比较正常的来购买 购买之后它会给你一个充值码 拿到充值码了之后 我们选择第一个使用充值码 选择输入充值码 选择使用 我现在账号里面还剩160块钱 我充过很多次了 暂时还没有遇到封号的问题 但是也不排除会有这样的风险 所以说大家自己谨慎选择 建议大家一次就少冲一点 比如说冲个一两千日元的 有了钱之后 回到Planner里面去点击这个锯齿 点击商店 然后这里就会有一个购买记录 因为每一个iPad购买的东西 是不会自动同步的 所以如果你想要在每一个iPad上 都用上自己买的东西 那我们还要再创建一个 这个软件里面的账号才可以 这个就换一个iPad来展示 这个iPad里面的Planner呢 就是刚刚下载的 它应该进来之后呢 就是这个样子的 我们点击齿轮 然后找到商店 选择购买记录 它就会有一个让你登录的页面 我们点击登录 这个时候呢 你可以选择邮箱登录 你也可以选择用其他的账号登录 我觉得用这个Apple ID登录 应该会比较方便吧 这个就随便你 我自己是用的Google账号登录 都登录好了 是我现在在这一个软件里面 还有多少金币 你点击右边的这个充值 根据价位来充值了 充值好了之后 比如说我现在还有750个金币 那我就可以在商店里面 选择自己想要的 比如说贴纸也好 还是这个便签也好 我们直接点击 然后选择购买就可以了 我自己最近呢 就买了几个还挺可爱的 一个呢是这一个猫猫的 然后把它放在小组件这个地方 我觉得非常的可爱美丽 最后说一下自己 现在是怎么样使用这款软件 用了两年下来呢 我觉得这款软件最大的优点呢 就是可以很快的手写记录 一些比较短的东西 手写肯定是比打字要快的 比如说领导突然走到你面前 跟你说1点钟要开会 2点钟要看场地 3点钟要交报告 你总不能跟领导说 等一等让我打字吧 如果用这个软件呢 我们就可以很快的 把这一个事情先记几个要点 记一个草稿一样的东西 突然来了几个安排呢 我会先打开这个软件 马上写好 下来了之后 再慢慢的用日程管理软件 设置一个闹钟提醒 另外呢 因为这款软件是有时间轴的 而且呢 它的时间是会自动显示一条线 在这个地方的 所以说呢 我也是直接用它来记录 每天的时间安排 每做完一件事情呢 我可能就会大概写一下 自己是哪一个时间点 到哪一个时间点 做了这件事情 晚上或者是第二天呢 就可以很明确看到 那天是怎么样过的 有时候呢 就会再写写反思啊 什么之类的 比如说我就觉得昨天的动作 扭一点慢 另外呢 因为它有桌面组件 可以很快速的跳到某一页嘛 所以说我在这个月和今天这一天 各贴了一个贴纸 这样就可以很快的跳到月计划页 然后呢 也可以很快的跳到日计划页 记录起来就非常的方便了 总的来说呢 这款软件 我是比较喜欢用来做手写记录的 而不是具体的安排 今天会做什么事情 安排具体要做什么事情呢 我更喜欢用提醒事项 还有first seat calendar 这两种日程管理的软件 因为呢 它是可以提醒时间 而且呢 它会自动生成to do list 事情做完之后 直接打勾就可以了 如果用planner来做这个 每天的日程管理的话 首先是它没有 到中提醒的这么一个功能 再来呢 就是这个事情如果做完了 你需要点进来 然后再把它擦掉才行 稍微有一点浪费时间了 好 那么今天这个呢 就是关于planner for ipad的进阶版教程 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了 拜拜